大家好,歡迎來到周庚中的S行者 這次帶大家來到位於彰化縣田中鎮的森林公園步道 登山口位於田中鎮古山寺旁 步道分為南北雙線,南線為紅人段,北線為尖峰段 古山四旁登山口為北線起點 北線展望家,登最高處的早絕亭,可欣賞夕陽及夜景 天氣晴朗時,更能遠望濁水溪及台灣海峽 後過陡坡後,抵達古山尖峰 休息、健身、催山峰,隨後可到南北兩線岔路口 往左,經茶香步道銜接松柏林 往右,則是地形較為七區的南線紅人段 O型返程接回森林公園停車場 森林公園步道為三三國家風景區 八卦山風景區步道群之一 沿途順夾道,有涼亭,休憩目移,體訓設施 更有山水詩詞相伴 解說牌更是標示清楚 又是一條功能完善的步道 就讓行者帶著大家一起践行去吧 這是民眾登山践行 或是森林裡最佳的一條步道 也是可能是彰化線境內 但是非常艱難的步道沒有之一 好,這裡就是入口 我們準備向上攀登走上去 剛剛看到有四台遊覽車 要來爬這步道 目前在下面再講解 相信這邊的人潮應該會非常多 大家好! 我來看TVS頻道 今天大家來查 別裝了 這裡不到 這裡很漂亮 還有很大的立花梯 歡迎大家查查來玩 借齊去吧 這邊 當畫的步道也是如此 蠻多一些女生的奇物跟影像的 那今天來爬這一座古山步道呢 剛好遇到有從桃園地區來的 國內旅遊的人士 四台有覽車 人潮盛多 好,我們從這邊的知境呢 往上走 向頂峰出發 現在時間接近十點鐘了 但是因為它這邊是一個森林 所以呢,整體的天氣還不算太熱 走起來算是有風 而且蠻涼爽的 整個環形步道走下來大概要兩個多小時 所以慢慢走吧 繼續努力 我們往上走 走這邊 我們來吧 我們來看看 看到不同的地方 我們在橋上 走這邊 走這邊 到最後 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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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這裡 走這邊 走這裡 走這邊 現在對那邊就是我們等下下去的那個 下坡的路線 整個這樣繁繞著山谷 類似一個谷狀 所以來這邊就是谷山 這邊過去就是田中的風景 漂亮 天空來這邊可以看到一山這邊嗎 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今天人真的蠻多的 一些大哥大姐都要在背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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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繼續往前走 準備再爬一個坡上去 就可以到最高點了 到那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眺望的部分 這個山風吹來真的非常涼 接近十點半也是很涼的 風吹吹 八山就不累 遇到風太小或者是在森林裡面走 太冷熱 潘如雨下 那裡就疼苦了 那裡就疼苦了 是 來到一個分岔點 過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幫我們念一下這一段 待會我們要走路下去了 介紹一下這個森林步道 田中森林公園登山步道 保留原有 林象 蝴蝶 鳥類資源豐富 全程約2.4公里 讓男孩之日 然後之後 每個生日 就這樣 屬於野街 雖然還有一年 市民.. 市民... 市民.. 這個.. 這個難走嗎? 雖ели這裡難走嗎? 雖然還挺好的 我剛剛才會掛上 好一點點沒關係 沒關係 所以最好穿藏鋪對不對 好那後面有人 你站旁邊一點 我們剛從這邊走的下來 這裡是紅陵段步道 這個位置就是在田中森林公園的部分 登山步道這個往返大概三公里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古山步道 走完全程要兩個小時 海拔高約325公尺 登山高處可眺望台中田中鎮的市井 依山市而起高低起伏落差道 富有挑戰性的登山路線 它這邊的地址是常態性的自然崩塌地址 是台灣特有的地理景觀之一 位於森林公園步道登山口的古山寺 位於森林公園步道登山口的古山寺 創建於1945年 原為日本神社遺址 寺中保留當時做成的正座紀念碑 以及木造神社機器庫 1947年更擴建為風景秀麗的休閒景點 祖寺釋迦摩寧佛祖 每年農曆四月初八佛祖誕成的佛儀式 更有長新營、彰化地區 及各地眾多信徒前來參加 有步道、有寺廟、有風景、有涼風 田中森林公園步道 真的是張南地區最棒且沒有之一的步道了 此次登山巧遇當年代我 與弟弟學習爬山的古山登山協會理事長 雖因快速經過未有打招呼 但見理事長依舊爬山神速 腳步劍步如飛 如少壯的年輕人般 毫無阻礙甚至更加年輕了 也想起14年前那一段瘋狂的百月追逐 無論是南湖六天午夜還是南三段 亦或是嘉明湖、南橫三星等 都曾經有過理事長與我兄弟倆的起落身影 理事長與總幹事 都是當初我與弟弟登山的目標之一 隨著時間過去了 目標跟性近已從拼一波、拼速度 更換成為長長久久與慢慢欣賞風景了 但無論如何 那段瘋狂歲月都是年輕時的記憶啊 喜歡爬山的人應該都懂得 若喜歡影片 歡迎點讚、訂閱、分享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S行者 我們下週見 謝謝大家 エンド 我們下週見 然後再有拍照 我們下週見 你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